考固球是老師邀請我來打的 他踢中你什麼叫你來打? 考固球是沒有身體碰撞和接觸的 都可以令比賽打得很激烈 你很厲害 考固球的遊戲方式或者對賽方式都有別於其他球類 他們不可以有任何的阻撓或者碰撞式 所以就叫做君子球 也可以叫做教育球 其實它是融合了壁球、排球和手球的元素 但跟其他普遍的運動不同 他們就不可以碰撞 所以一直練球的時候或者比賽都跟他們說 要有君子的精神 對於小朋友學會尊重對手或者禮養都非常好 籃球、手球或者足球的主項 運動需要的運動員是比較高大 因為要搶球、身體質素 考固球和其他球類運動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優先就是傳接的能力 所以見到小朋友 無論高大、體型、健石、小顆 都會在我的球隊出現 好球 底線、開球、到中場 我要過中場才回來打 說了這麼久 其實考固球是怎麼玩的 這條現在是底線 我們在後面開球 當A隊進攻的時候 B隊集中去防守 即是A隊彈球到網上 彈出來就B隊接球 中間不可以像籃球、足球那樣去搶球之類 簡單來說 拿著球射到反彈網那隊就是進攻方 接球那隊就是防守方 接不到球 進攻方就會拿到一分 接到就會攻守對調 其實又不是很難 小學生來說 跟他們介紹這個運動 都是頗為困難 因為太多規則 最初就是對於三這個數字 比較緊 因為很多規則都關於三字 例如三步、三秒、三船、三射 這些概念 這麼難玩 為什麼大家都玩得這麼投入呢? 為什麼我們會選 積極投入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都有很多的笑感 在我們訓練當中出現 有得玩 但我不覺得 因為我曾經聽過一句話 放棄簡單 但是堅持很難 因為我想堅持玩下去這部分運動 或者就好像同學仔所說 小星加堅持 令他們在今年二月 奪得香港學界考古球錦標賽貴軍 成立短短三年 第一次比賽 就已經有不錯的成績 相信考古球不單止帶給他們小星 更多的是美好的回憶